海關都攬不住了,大批美國華人集體回國 美國為了留住中國留學生,不惜為他們免費提供綠卡 贈送豪宅,提供高薪工作,很多人依然拒絕 數字顯示,返回中國的人作達260萬人 導致美國損失超過3萬人 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剛才放的這個視頻是抖音上面的一個段子 是推特上面的推友轉發了之後 我在上面擷取下來的 根據這個段子的內容 現在在美國留學的這批中國留學生 實在是太有福氣了 基本上是什麼事情都不用做 就可以得到美國的綠卡,還有得到美國的工作 還有美國政府給他們配備豪宅 搞得不好,我估計都有可能給他們配備異性學伴 這麼好的事情到哪去找呢?很可惜 只能到幻想中去找,只能到謠言中去找 在現實生活中根本不存在 因為美國政府跟中國政府不一樣 你黑人留學生到我這裡來 巴基斯坦留學生,亞非拉留學生到我這裡來 每個人給你們發高額的獎學金 跟你們配備異性學伴 美國政府不能這麼做 因為他們的錢這是納稅人的錢 他們必須得對納稅人負責 不能給你們留學生 留學生在美國上大學他們交的學費是美國本地學生的好幾倍之多 所以說根本就不存在這一回事情 更不存在豪宅了 美國絕大部分的普通的老百姓,95%的老百姓都是住的普通的房子 或者不能住豪宅,中國人到這裡來留個學就能給你豪宅 根本就是不合乎常識嘛 所以有常識的朋友,有邏輯的朋友 或者是經常翻牆的朋友都知道這是一個謠言 但是在中國這種謠言還是有一定的市場 尤其是在抖音上面,快手上面這些公眾平台 這些網絡平台上面發出來的這些謠言 它覆蓋面大總是會有一部分人相信 但是它也有一個弊病,有一個缺陷 就是發這些謠言的人不是那種大咖啓的人物 不是大V,沒有影響力 大部分都是一些各地網信辦的一些工作人員 搞得不好可能還是在監獄裡面服刑的這些人員做的 這就是我們俗稱的五毛做的 他們的這個公信力不夠 所以說很多人看見了還是要打一個問號 謠言的這個效率不好 那麼要有效率的謠言就必須得由那些 在社會上有一些頭臉的人物,有一些地位的人物 他們來做那效率會比較好一點 這種人物好在在中國還不缺 就是有社會地位但是根本不要臉 造謠無底線這種人還是挺多的 比如說前幾天就出了一個中國國防大學的教授 叫梁芳,他就散佈了一個謠言 他在微博上面發了一個貼紙 講述了一件極為機密的事情 什麼事呢?他說3月10號 美國的國防部長埃斯普爾和國務卿蓬佩奧 他們兩個人到美國白宮地底下的那個戰情室 就是美國總統在戰爭時期指揮戰爭的地方 在那個底下開了一個會 在這個會上蓬佩奧就說這個生化武器 比如說像這次的這個武肺的病毒 是21世紀最好用的武器 它的這個成本小它的效率大 能夠迅速地打垮敵國的這個國防 打垮敵國的這個戰力 所以說今後這是21世紀的最好的武器 那這意思就是說這個武肺是由美國製造出來的 這個梁芳他是國防大學的教授 算是軍方的人 但是他的這個級別還不夠高 他在製造這個謠言之前 可能絕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他是什麼貨色 所以說他的社會影響力還是不夠 那麼還得必須得有比他更有影響力的 更有名氣的人出來造謠才行 那這個人中共也找出來了也不缺 就是中國外交部新進的那個戰狼發言人趙立堅 趙立堅前幾天就說美國人欠中國一個解釋 什麼解釋呢?就說你們美國人去年 在武漢召開的那個世界軍人奧運會當中 你們是怎麼樣把這個武肺病毒帶進中國的 這是一個謠言了 由趙立堅來製造這個謠言呢 這個效率已經非常好了 已經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了 我們等一會再講 但是這個還不夠 還得必須得有中國的官方的組織機構出來造這個謠 這個才對中國國內的老百姓才有震懾力 官方的機構都出來說了 那一些被洗腦的這些愚民就特別容易接受 那麼哪一個機構呢?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辦公室出來發布了一個消息 向人民日報、人民網通過他們發布了一個消息 他說過去這段時間 習總書記和黨中央向60多個國家的政要 跟他們發出了電函,向他們表示慰問 就是這些受武肺災情的這些國家 向他們表示了慰問 同時也向他們表達了 中國願意向他們提供傳授抗擊疫情的寶貴經驗 臉皮真是很厚 現在中國已經被他們搞成這個樣子 他們居然還要向別人傳授經驗 這個不說,後面還有他說 後來一共有120個國家的300個政黨 500個政治人物回電了 向習總、向中共表示感謝 對於中共的抗疫的力度、規模、速度 表示由衷的欽佩,要向中國學習 一聽就是謠言嘛,為什麼這麼說呢? 大家想一想,這個武肺現在已經 蔓延到全世界各國了 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幸免 而且這個形勢現在是越來越嚴峻 對於全世界的人民的健康和他們的生命的威脅 都相當的大 而且對於全世界經濟的打擊也相當大 現在全世界已經陷入了一個極大的經濟危機當中 大家設身出地的想一想 如果這個時候你是其他這些國家的政治領袖 你對於習近平、對於中共是什麼看法呀? 這個病毒就是從你那出來的 就是你製造的災難 你這個時候向我們表示慰問 這也就算了,還要向我們傳授經驗 這個時候即使是最有教養的 最有內心的那些人呢 心裡面也一定是千萬頭草泥馬奔騰而過 一定是在內心對你默默地豎起了一根宗旨 所以說怎麼可能去感謝你呢? 對於中國國內的老百姓造謠給他們傳播謊言 這是中共過去幾十年如一日一直在做的 大家見怪不怪,因為他們必須得維持一個基本盤 就是漁民的那個數量 他們必須得維持著,必須得靠這個謊言持續的 來進行謊言來維持 這是他們的日常的工作 這個就不說了 但是現在這個工作也是效率越來越低 尤其是這次武廢之後 對於中共已經徹底絕望地 把他們看清楚的人是越來越多了 在國外向國際社會造謠 那個反效果是特別大的 到現在為止,中聯辦還有人民日報、人民網 都沒有透露到底是哪一些國家 哪一些政黨哪一些領袖給他們回電了 我估計絕大部分都是編造的 當然也不排除有幾個國家的政治人物給他們回電 比如說像阿富汗的塔利班 像黎巴嫩的珍珠黨啊 他們可能真的要向習近平向中共學習 學習什麼呢?學習怎麼樣 運用這個生化戰爭的武器啊 運用病毒來打垮西方打垮美國 這是他們願意學習的 還有可能伊朗的政要 可能要向習近平學習 伊朗在這次疫情當中損失相當大 不僅老百姓很多人病了很多人死了 甚至是伊朗最高層的那些高官 都有些人生病了有些人死了 現在大家惶恐不安 所以說他們是非常想向習近平學習 到底是怎麼樣能夠把這個病毒攔在中南海之外的 中國死了那麼多的人 中共的高官現在一個都沒有死 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我相信伊朗的高官一定非常想向習近平學習 那除此之外 其他世界上的那些國家的領袖 怎麼會想著去向習近平學習呢? 根本不可能嘛 而且這些謠言在西方會引起某種程度的反彈的 比如說在美國引起的反彈就比較強烈 美國政府在趙立堅發了這幾個推特之後 很快就派國務院的一個助理國務卿叫史迪威 召見了崔天凱 召見中國駐美國的大使 這個是很少見的 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一個外交上面的抗議的行動 就要求崔天凱解釋到底是怎麼回事 崔天凱沒有反駁也沒有解釋 被人家訓了一頓之後就回去了 那川普也採取了動作 川普在前天答記者問的時候就說了 他說我跟習主席通話了 習主席可不是這麼說的 而且川普後面還說了一句很有深意的話 他說他們知道這個病毒是從哪裡來的 我們都知道病毒是從哪裡來的 說了之後下面聽眾心裡面哄堂大笑 大家都知道川普這是在威脅習近平 你如果再這麼繼續胡說八道 放任底下的人胡說八道 我把這個內情抖出來 我不要你這個第一階段協議了 我把內情抖出來 你想一想全世界人民能放過你嗎 這就實際上就是在威脅習近平了 川普不僅自己威脅了習近平 而且讓他的大兒子在社交媒體 Instagram上面對於中共 做出了一個很強烈的回擊 他是怎麼做的呢 他在這個社交媒體上面 引用了一段去年香港反送中運動 抗爭者的話 那個視頻當中 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參與者說 川普不要相信中共 中共是混蛋 說的這個比較粗魯 語言比較粗暴 那個川普的兒子在這段視頻下面 還加了一段評論 他說我本來是非常不想用這種方式來表達的 但是看見這個中共的官員的一些行徑之後 實在是忍不住就把這一段發出來了 也就是說川普 美國政府的這些人對中共的這一套做法 是非常反感的 現在之所以還引而不發 但是因為還想等到你把這個 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執行完了之後 再來做 那麼中共所製造的這一系列的謠言 在國內起到了一點作用 但是作用也不是很大 在國際社會引起了強烈的反彈 至少是讓中美關係 進一步的跌入谷底 那麼問題是他們為什麼 還要去製造這些謠言呢 為什麼要去散佈這些謠言呢 難道他們不知道這個後果嗎 肯定知道 不需要很高的智商就知道 知道為什麼還要這麼做 我現在談談我個人的一個觀點 就是中共習近平當局 現在最擔心的最害怕的是兩個字 問責 這次武肺疫情對中國造成了巨大的打擊 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老百姓得病的至少有個上百萬的人 死亡的可能能達到十萬 那麼這麼大的一個生命的和健康上面的損失 還有巨大的經濟上的損失 幾億人長時間的停工 還有呢這個很多人今後可能會失業 很多的企業會倒閉 而且還不是短期就能夠緩過來的 可能在長期的來看 還有更進一步的嚴重的損失 就是中國在國際這個供應鏈當中的這個地位 可能會受到損害 過去那些已經開始撤離中國的那些外資 這次經過武肺之後 對於中共更加沒有信心了 更要加快撤離的步伐 那麼這對於整體的中國的經濟的影響 那是長遠的那是毀滅性的那種打擊 這麼大的損失 這麼大的問題 總得要有個人出來負責啊 那麼誰負責呢 那麼過去呢 中共體制內的已經暗中 或明或暗的就這個問題進行了一番較量了 那麼這一次呢 等到這個疫情第一波高潮過去之後 稍微緩和一點之後 等到復工啊 這個比較全面的開展之後 不可避免的 大家會把這個問題再次提出來 那麼為了阻止大家 把這個負責任的問題提出來 就要採取一系列的宣傳上面的手法 來擾亂視聽來模糊焦點來轉移視線 怎麼樣轉移呢 向國外轉移 這就是最好的一個方法 告訴老百姓 這個病毒是由美國製造的 讓美國人自己去辯解 這就是以功為首 本來呢 是全世界都來應當向中共問責 好在現在全世界 現在忙不過來 自己都在防疫 現在忙不過來向中共問責 這個時候我們主動的 向美國去進攻 讓所有的中國的這些 這些粉紅糞青都調動起來 讓他們都來宣傳 這是美國人製造的災難 這樣就能成功的轉移國人的注意力 同時呢 也向國人傳達一種信息 說我們呢 這個抗疫是成功的 我們比其他的西方國家都牛多了 現在全世界 都要照中國來操作業 都要向中國學習 那麼中共習近平當局 可能就會認為在這樣搞下去呢 大家就不會想起來問責這一件事情了 他們就可以過關了 到底能不能過關呢 現在還很難說 因為呀 政治就是博弈 就是下棋 現在習近平已經先下了一步了 擾亂視聽 模糊焦點 但是呢 到底能不能成 還要看後面的起手 到底來怎麼跟他回應 這個回應呢 就包括國際社會的 國際社會我剛才講了 現在可能忙不過來 不能回應 還有呢 美國川普呢 可能呢 還是想著 等到習近平把這個 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執行完了之後 等到川普連任了之後 那個時候再來給他算總賬 現在呀 在11月13號美國大選結束之前 我個人判斷 川普啊 不會正式的跟習近平翻臉 但是不要緊 川普不翻臉 國內的還有很多的力量 想跟習近平翻臉的 體制內的反習派 有可能就在今後這一段時間 跟習近平翻臉 因為他們不跟習近平翻臉 習近平有可能採取極端的手段 跟他們翻臉 習近平必須得抓住 這一個空當期 把自己的獨裁地位 給完全穩固了 把黨內的隱患 全部消除了才行 所以說這個時候就看誰先下手 先下手為強 後下手遭殃 那麼那些人可能先下手 那麼怎麼下手呢 有幾個渠道 第一個是通過宣傳口下手 用中共的這個喉舌媒體 黨媒來向習近平發動進攻 只要有一個人 體制內有一個人 正式的通過這個媒體 向習近平提出問責的 這種呼聲、這種吶喊 那麼整個黨內的風向 一下子就會改變過來 習近平就會非常非常的被動 一旦形成了這個風潮了 他最後他就很難不失敗 這是第一個渠道宣傳口 第二個就是通過組織口 怎麼通過組織口呢 中共不是經常要開一些會議嘛 大大小小的會議 中央到地方經常要開會 而且尤其是還有一個重要的會 全國重要的會叫做兩會 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 這是中共他們所說的最高權力機構 那麼這兩會呢 這個今年本來是已經推遲了 但是只要這個第一波疫情過去之後 你要想動員所有的全國全面復工的話 那你就必須得復會呀 那一復會這個時候就有大好的機會 只要在這個會上面 在兩會 無論是人大還是政協上面 只要有一個人公開的提出來 對於習近平進行彈劾 如果一啟動這個城市 那麼習近平就積極可為了 為什麼呢 人民代表 是他的這個言論是有豁免權的 他一旦提出來這個動議了 那即使是你不執行 當時也是不能抓他的 一抓他就等同於政變了 那這個影響就非常大了 整個就把你的合法性給取消了 你必須要抓他 必須得等到這個會議結束之後才行 才能對他進行審判 而且呢 一旦這個反習派的人組織好了 在這兩個會議當中啊 組織好了 只要有一個人出來 率先發難其他人在底下 按鍵硬喝 吆喝就好了 整個的大事就變過來了 這是第二個渠道 那第三個渠道呢 就是地方上面的渠道 比如說南方各省 尤其是這個廣東啊 還有這個上海啊 江浙一帶呀 對習近平不滿的這些基層幹部 中層幹部特別的多 因為這些省份呢 在過去這幾年被習近平折騰苦了 經濟上受到了重創 這一次無費對他們的這個打擊更大 讓他們呢 這些對外 這個 以對外經濟為主的這些省份 受到了巨大的打擊 所以這些省份的這些官員 只要大家通過這個地方上面的抱團 能夠向中央發出一個信息 就是說這場事件必須得要有人負責 我們希望知道到底誰出來為這件事情負責 只要發出這樣的信息 那整個黨內的討論 大討論 全國的大討論 就不可避免地展開了 一旦展開習近平就完了 這是體制內的 我們屬於這個民主派的是民間的人士 跟體制內的這個溝通不多 我們對於他們採取什麼動作呢 我們就不用太在意 不用去介入了 我們重點來談一談 民間應當怎麼辦 民間應當怎麼辦呢 我們全民共振平台的這個觀點 一向都是非常的宣明的 就是要全民共振 要由各個地區各個階層的老百姓 一起動起來 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在同一個時間 就同一個訴求 動起來 大家就會形成共振效應 那現在呢 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時機 也有非常非常好的辦法 大家知道清明節就快到了 清明節呢 是傳統的祭奠王者的這樣的一個日子 那麼現在呢 中國經過這次武廢 已經有很多人 已經在這個疫情當中失去了生命 需要大家一起來悼念他們 清明節是一個悼念王者的一個很好的機會 那麼悼念王者只要大家一起來行動 那麼這就會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 再加上那些王者的在天之靈的保佑 我們成功的機會 就大很多老百姓顯示出力量的機會 就會大很多 那麼怎麼顯示出力量呢 過去這段時間湖北的 還有武漢的 好多個城市的都有這樣的一個活動形式 就是在晚上時候 大概是晚上八點鐘的時候 大家一起站到窗邊 高呼口號 這個時候就能夠大家形成一個一致的行動 我們全民共振平台的一個初步的方案 就是倡議大家在4月4號清明節那一天的晚上八點鐘 全國各地各個階層的老百姓 大家一起來行動 怎麼樣行動呢 主要的就是要悼念這些死者 怎麼樣悼念死者呢 悼念死者的最好的方法 就是讓那些造成死亡的造成這次災害的人 讓他負責 讓他們下課 所以說晚上八點鐘 大家打開窗子 就在自己的房間裡面 高喊下課 下課 下課 多喊幾聲 等到整個小區 到八點鐘 都已經形成了 一片喊聲的時候 那個時候 我們再喊第二個口號 就是下樓 如果下課已經形成了全國老百姓的一個呼聲了 那麼我們就可以從家裡面走到家外 走到小區裡面去聚集起來 小區裡面各個小區聚集的人多了 我們再喊第三個口號 就是上街 上街 上哪個地方的街呢 首先去到各地的街道辦事處 就是這些所謂的社區管理的這些地方 這些網格園辦公的地方 佔領這些地方 然後聚集到更多的人之後 大家再向附近的 這個縣政府、區政府進發 然後去佔領這些地方 那佔領了縣政府、區政府之後 我們並不是要對這些縣政府的人員 區政府的人員採取什麼極端的手段 一定不要這樣做 大家要非常的和平理性 只要問他們一個問題 你們誰對這一次的這個武漢肺炎疫情要負責任 就問他們誰負責任 他們如果是說習近平要負責任 那麼他們就算是加入了我們的隊伍 那麼就和我們站在一條陣線上面 就把他們的言行公告天下 通過互聯網公告天下 在佔領了縣政府、區政府之後 如果人員足夠多、聲勢足夠大 大家還要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佔領當地的這個電台、電視台 通過電台、電視台 向全國的老百姓、向全世界的人民 宣布本地反抗的信息 全國各地的反抗運動就會風起雲湧 中國就不可避免發生一次巨變 好,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